大家好,我是珍瑜夢華 我上次上載了一段視頻關於溶銀 因為Omicron爆發得很厲害 有些朋友告訴我 為什麼你這麼沉氣,這麼長的 叫我錄短一點,說十分鐘至十五分鐘就夠了 我想一下也是的 他說方便傳給人 不然太長,人家看著看著就不看了 上次說完之後,好像周圍都大爆發 香港好像屯門一樣 很多人突然受到感染 然後醫院爆發 另外很多人都在大廈需要維封檢測 但這個溫熱的傳播 我覺得無論如何,其實主要應該是防疫 也有個朋友跟我說 叫我們打疫苗 沒有所謂的,打不打疫苗就是自己個人的意願 他周圍在這裡說 我叫他這樣,不如把我的視頻傳給人 他說不會 我覺得很奇怪 其實支持政府跟這件事都沒有關係 最重要是每個人保住自己身體健康 我上次說,再重複一次 因為我這次錄的視頻會短很多 原因是因為我去小數民族 去苗族那裡,聽到我妹妹說 他們用銀器來煮水 去保護她們的健康 為何要保護她們的健康呢 因為你知道在山區裡 很容易尖寒尖寒冷 第一件事很容易傷風感冒 也很容易有山藍漿氣 會影響到她們 其實我問過妹妹 其實她們一般的病很少 她說她們最多的問題 主要是老人家 那些手指的關節位比較痛 因為年紀大了 可能住的地方潮濕 所以她們比較麻煩一點 我教了這方法 做些按摩 讓手指頭 手指關節比較舒服一點 我跟她們了解了用銀的方法 我再說一次 其實她們很簡單 主要是 你拿水壺 她們會用銀器 我們一般沒有的 我們有水壺 大部分都有水壺 而且現在很方便 有些電的水壺 那些電的水壺 一按按鍵就會著 然後一夠熱 它就會沸騰的時候 它就會關 那你就 最好買些乾淨的銀器 那其實呢 我建議你們買那些 蜂葉 9999 4.9 那你上網查就可以了 蜂葉銀幣 那是加拿大的 一般來說 它的面值是5元加幣 但是它本身是1盎司 1盎司大概約200元左右 那你把銀幣 其實第一次用 它通常是新的 就有膠袋 那如果是被拆開過 那些就沒有膠袋 會再便宜一點 不過我建議都是買新的 因為為什麼呢 差不了多少錢 另外就是說 如果別人拆開過 可能都比較髒一點 就是用手摸過 有些油 有些東西 還有會積掉一些髒東西 那如果真的 不要緊 如果你真的說 我都要買便宜的 便宜好貴好 新的好舊好 那你就買回來之後呢 就用牙膏 和牙刷去擦乾淨去 這個方法呢 就很簡單 擦乾淨了就是洗乾淨 那你就放進水煲 放進水煲之後呢 你又裝了水 我建議最好用蒸餾水 不是蒸餾水 不是蒸餾水 最好用過濾水 因為你知道 現在這些喉管 有些都很髒的 那用過濾水 倒進去之後 你沒有都沒有辦法的 那你裝了進去之後呢 如果你的水比較多 我建議你可能要兩個人民幣 那會好一點 讓它多些銀利子釋放出來 那開啟的鍵 一滾了之後 它自己調製 那你是不是即時喝呢 那你可以即時喝的 沒有問題的 不過呢 如果你放下去 即是放久一點 讓它多些銀利子釋放呢 那個效果就更加好 那銀利子有什麼作用呢 就是銀利子水 其實我們 如果你可以查一下 上網查一下 有一種叫做膠盛銀 它圍到大概是 有些10個PPM 有些是15 有些20 有些30 一路上去到50 50 很多的PPM 那其實呢 它們是把那些銀利子化 在水裡邊 那就等它可以 就是好像用了水 差不多 跟著呢 一般它們用在什麼地方呢 外用外用都有的 那些人喝啊 或者是 用來打傷口啊 都有的 那是不是有事的時候 用呢 有沒有事都可以用 因為一般是無傷大 傷不到我們身體的 那些膠盛銀呢 就非常之好 不過價錢就比較貴 那可以自己做的 那如果自己做的 那那些 那那些 是不是有那麼好呢 就是外面買的那麼好呢 就不知道 不過自己做的 都是有效的 那這裡我不教大家 怎麼做的 其實用電解方法 那我遲些呢 我可以分享一下 我怎樣自己做 那但是呢 如果你用水煲去煲 煲些水 那那個 那PPM呢 就是那一百萬分之一 個成分呢 就一定沒有那麼多了 那這個都不要緊要 其實它有少少少少的銀利子 它就已經發揮了作用了 那大家怎樣用呢 其實就很簡單 你煲了來就這樣用 就這樣用水可以了 你可以沖茶 沖咖啡 煲湯 都沒有問題的 其實 那如果你真的有什麼傷風感冒啊 其實都可以這樣用這些水來喝的 我就發覺呢 就真的 多謝那個阿妹 就是那個苗作阿妹 這樣介紹 我發覺呢 我自己呢 就試過 喉嚨痛啊 什麼 有少少頭痛的情況 就是有感傷呢 那我就會這樣用 不過我家常常都煲的 所以那個問題 現在開始呢 就是自從隔節之後呢 就很少很少發生了 那不只是我的 我都教很多人啊 就是用這個方法 那包括我自己最受益 就是家裡啦 家裡我媽啦 那樣 有時候不舒服啊 喉嚨痛啊 年紀大了 那容易感染的 那我們都是用這個方法 有時候呢 比如我的眼睛 有時候不舒服啊 我們 甚至乎呢 就用點水噴 那如果是弄傷了 有少許傷口啊 我們都用點水來噴的 那 發覺都OK的 沒問題的 為什麼呢 其實你都知道呢 有些藥水膠 其實它 那個 都有些銀的成份 在這裡 就是它那個黏傷口的地方 那另外呢 有些呢 有些衣服啊 有些衣物啊 就是穿鞋的那些衣物啊 那呢 就 它本身有些 有些什麼叫防臭啊 防菌的 其實它都是用銀的 那我們 譬如說 如果以這個這樣的保健來說 其實相當好啊 你都可以作為一種 就是增加自己防疫能力的方法 因為大家都知道啦 你有打針的 不代表你沒有感染 是不是 感染了 也都不代表你沒事 那它說打了針之後呢 你 就會是 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容易有重症 那我不管它重不重症呢 最重要就是不要感染 是不是呢 所以大家 這個方法 又不是說很貴 又不是說不安全 那大家都可以用得到的 那你說至於 銀幣啊 那方面 因為我有朋友呢 昨天就有個菲律賓朋友跟我們說 那他說呢 那個菲律賓國的疫情很嚴重 因為有三萬多人呢 就感染到 感染到之後呢 他說 甚至乎呼吸都很困難 那他們呢 就用一隻叫做 MOLAF MOLANAFLU的藥 他用了之後呢 就三天好 那不知道 就是 這件事怎樣 因為我自己上網查過 好像 如果你想買這隻藥都不容易 但是呢 那現在呢 菲律賓那邊的疫情 這麼厲害 他們用這隻藥 就 發覺非常之好 就是三天裡面 就解決到問題 那但是 最好就是 連這個藥都不好吃 對不對 就是說 最好你就自己能夠有個免疫力 除了是這件事之外呢 多點吃維他命C D 還有 薪 另外 顧小培教授呢 就說呢 用一隻叫NAC 就是說呢 這隻NAC 吃了之後 可以增加身體裡面的谷剛感態 那增加了谷剛感態之後 你自己呢 那個免疫力就提高 而那些這樣的病毒呢 都不會在你身體裡 一路一路繁殖 那其實 不只是一個方法 有很多方法的 那但是anyway 我建議 現在這個 最簡單最簡單的方法 大家可以馬上試一下 先 因為現在的情況 就比較嚴重 我希望大家 能夠盡量 將我現在這段的 message 能夠發放出去 希望多些人受益 起碼最基本 我們所有的香港人 跟著給到中國人 跟著所有華人 全世界的華人 都能夠聽得到 就最好了 那大家如果是喜歡 就點讚 訂閱 訂閱 還有 如果是有什麼問題 你留言 我盡量能夠答你的 就答你 好嗎 那 多謝各位 希望大家 能夠身體健康 能夠平安度過這樣的瘟疫 好 就這樣了 拜拜